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过去24小时内有199例新确诊以及两个死亡案例 目前新病例的7天平均值为229例 这是自10月24日以来的最低水平 疫苗的接种进度也很喜人 就在昨天3日BC省18岁以上的成年人 已经有71.8%至少接种了一剂新冠疫苗 在本周早些时候 国家免疫咨询委员会NACI 发布了一份关于混合接种疫苗的指南 3日BC省也宣布从下周一开始 如果第一针打了牛津疫苗 那么在打第二针的时候 可以选择接种辉瑞或莫德纳疫苗 当然如果第二针想继续打牛津疫苗 那也是可以的 这对于BC省28万名接种了第一针牛津疫苗的人们来说 相当于是多了一种选择 同时第一针接种牛津疫苗的市民们 接种第二针的时间将和其他疫苗一样提前 从13周缩短到了8周 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在BC省的药店里接种了牛津疫苗 那么这家药店会在8周后与你联系 为你预约第二剂牛津疫苗注射 但如果你第二针不想打牛津了 想要打辉瑞或莫德纳 那么你必须在BC省接种疫苗的网站上进行注册 政府会在8周后联系你接种 大家不用主动打电话联系药房取消 只要在药房打电话来和你预约时果断拒绝就好了 如果第一针打的是辉瑞或莫德纳这样的mRNA疫苗 那么第二针不变依旧将是该疫苗 只不过打了莫德纳的市民们 第二针可能要打辉瑞了 因为莫德纳的供应最近存在些问题 BC省同意疫苗混打的原因 除了牛津疫苗可能会有潜在的血栓问题外 还有一个因素便是 辉瑞疫苗现在在加拿大的供应非常充足 政府希望能为更多的人接种完第一剂 这也让不少第一剂打了牛津疫苗的人有些不爽 总感觉牛津和辉瑞或莫德纳相比差人一等 对此亨利博士安慰到 第一剂接种牛津疫苗的人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在3月和4月疫情高发时期 及时接种上疫苗绝对是至关重要的 对于混打疫苗 很多人也觉得有些别扭 亨利博士也在昨天明确表示 无论你的第一针疫苗打的是什么 第二针疫苗接种mRNA疫苗 依然是安全和有效的 就算第二针依旧打牛津疫苗 出现血栓的概率也比第一针要低得多 至于第二针到底打哪种 亨利博士表示 市民必须自己做出选择 这取决于大家对血栓问题的担忧程度 不过亨利博士还是推荐大家接种同样的疫苗 因为早期数据显示 如果你在第二针时打了不同的疫苗 那么将会更有可能出现一些不严重的副作用 比如手臂发酸发烧还有疼痛 但是在抵御新冠上 不管怎么混打都能够提供同样的保护 虽然疫情已经得到了不小的缓和 但大家依旧不能放松 千万不要在最后一刻功亏一篑 美国新冠疫苗成人接种率虽然已经超过了一半 但离全体免疫还有一段的距离 为争取在7月4日美国独立日之前 让70%的成年人接种疫苗 美国联邦和各州政府寄出了各种方法 吸引还没有打疫苗的民众前来打疫苗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 截至6月2日 约63.8%的美国成年人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 这意味着还需要每天被大约62.5万人接种疫苗 才能达到目标比例 6月3日白宫宣布了一系列接种疫苗的激励措施 包括抽500张NASCAR赛车2022年Daytona门票 NFL商品打75折 并有机会赢得超级晚球赛的门票 一共50张 在6月的比赛中接种疫苗的MLB球迷 可以获得免费的门票 体育场商品汽车优惠 并有机会赢得2021年MLS全明星赛门票 有机会赢得CVS的免费邮轮度假 超级晚门票和现金奖励 赢取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年的免费航班 维生素商店提供的免费零食或饮料等 另外如果达到70%的疫苗接种目标 有公司同意向所有21岁以上的成年人免费提供啤酒 不过目前还不清楚将如何分发 除了鼓励接种疫苗外 拜登政府还与很多公司合作 为希望接种疫苗的护理人员和家长提供免费的托儿服务 共享车应用程序Uber和Lift也宣布将提供免费乘车服务 给疫苗接种点 除以上联邦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激励措施 还有一些州政府举办了打疫苗抽大奖的活动 俄亥俄州是第一个宣布大规模疫苗乐透的州 6月2日 该州打疫苗抽百万乐透公布了第二批幸运的获奖名单 来自托利多市的居民Johnson获得100万美元的奖金 另一位来自梅菲尔德村的青少年Zoey Vincent则喜获全额奖学金 据悉 俄州乐透局在每周一抽出两名幸运儿之后 接着进行背景检查 以确认中奖者是否符合资格 俄州当局表示 本周共有超过了322万人参与了打疫苗抽百万活动 另有超过13万12至17岁的青少年参加了全额大学奖学金的抽奖 俄州州长一直在尽力呼吁 请未接种疫苗的州民戴上口罩并尽快施打疫苗 其维吉尼亚州的州长也在6月1日官宣了打疫苗抽奖活动 作为父亲节乐透的一部分 奖品包括100万美元奖金 奖学金 卡车 甚至还有5把克制猎枪以及5把克制散弹枪等 州长表示 所有已经接种至少一剂疫苗并登记的州民都有资格参加抽奖 活动自6月20日开始一直到8月4日才结束 据悉 西维吉尼亚州的疫苗乐透成为各州大力推广新冠疫苗接种的新范例 加州 马里兰州 纽约州及俄勒冈州都也实行了类似的现金抽奖计划 为了让民众接种疫苗 政府可谓是真的拼了 但无论招数多么的奇葩 提高接种率实现群体免疫才是最终的目标 战胜疫情 回归正常的生活 还需要每个人提高对病毒和疫苗的认识 保护自己的同时 也为社区记一份责任 周四 美国公布了跨境共享2500万只COVID-19疫苗的计划 其中近600万只疫苗针对区域优先事项和合作伙伴接受者 包括加拿大和墨西哥等 目前尚不清楚加拿大将提供多少剂量 加拿大是否会接受 以及他们将发送哪种疫苗 我们首先向我们最近的邻国 加拿大和墨西哥提供疫苗 然后我们的疫苗共享在人均基础上 优先考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 其他先后受益者包括韩国 西岸河加沙 乌克兰 科索沃 海地 格鲁吉亚 埃及 约旦 伊拉克 也门 和联合国前线工作人员 白宫此前曾表示打算在6月前 与世界分享8000万剂疫苗 政府表示将保留25%的剂量 以备紧急情况使用 以及供美国直接与盟国和合作伙伴共享 而75%的多余剂量将用于联合国支持的 COVAX全球疫苗共享计划 现在全球有近1900万剂疫苗通过COVAX共享 其中近600万剂分配给了南美洲和中美洲 另外700万剂将运往亚洲 截至目前 加拿大和英国是仅有的两个 不直接向COVAX捐赠疫苗 并通过自筹资金 从联盟中接受疫苗的支持国家 一项全加拿大的民调显示 受访的余千名感染新冠肺炎患者 在数星期或数月持续出现症状 对大脑的健康带来影响 当初认知障碍或脑部记忆力差 是最常见的症状之一 还有疲劳及呼吸急促问题 其他与大脑相关的症状包括 头疼 头晕和焦虑 该研究指 超过80%的受访者 经历三个月以上症状 近50%面对11个月或更长的时间 虽然注射疫苗和保持社交距离 有助于预防感染和减轻症状 但调查所得表明 新冠病毒对大脑健康的影响 将会持续到疫后 据调查显示 接近一半的受访者出现长期症状 在健康护理中心 接受超过5次服务 约有30%的人是10次以上 每10人中有6人 因为长期症状 暂停工作长达数星期或数月 有些更是要提早退休 有关结果表明 持续的经济 健康和社会成本 对公共卫生部门和劳动力产生连锁反应 目前估计有25%至35%的 新冠肺炎病人 受到病毒长期影响 至本月2日为止 本国共有138万3214名确诊者 即是全国有 345803至484125名国民 曾经或正在出现长期症状 该调查在5月5日至26日期间进行 访问了1048名出现 新冠肺炎长期症状的国民 他们来自10个省份和3个地区 受访者的年龄 由18至超过90岁不等 40至59岁的接近60% 其中有87%是女性 少数族裔占9% 63%的人在感染前没有出现长期健康问题 此外 有57%的受访者通过病毒检测 发现阳性反应 即有部分人在感染后 未有机会接受检测 超过85%的人感染后 未有入院治疗 近70%停工请假休养 有一半的人减少工作时间 当中74%的人减少工作时间 一半或以上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